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沙雕刚好就是要跨越桥的两端 所以我就把它用一个对位摄影的概念 来设计男女之间的一个沙雕 女的就是把她的心 把她的蚊吹向对面 那个俊俏的男士 然后她就迎着她的脸庞带着一朵玫瑰花 要来送给对方的这个美女 那一般游客来到这边 她会站在她前面 督着她的嘴巴 跟着沙雕的一个作品来做一个互动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我们过年的时候 家里除了贴村子门帘以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在我们的门上面会贴上门绳 那我们这边是属于吉庆的一个沙舟 所以一进来这边呢 我们就把玉池宫跟秦书堡门绳 用沙雕的形式把它做在这边 一方面也是守护着当她的门户 然后守护这一次整个沙雕艺术节 可以圆满成功 那所以说用这样的一个想法 把传统的一个门绳的沙雕 做一个立体的表现来迎接大家 我们在这个八仙过海庆丰年呢 也就是说在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戏曲里面 她要表演之前一定要先展演一下八仙 那也就是说让这个八仙来当吉庆沙州 这边的一个开场来庆贺 有她的一个祝福 让今年在整个猫罗西台湾 可以丰收丰调与顺国泰民安的这样的想法 在这次八仙过海的一个造型呢 我们是结合了船头 然后原本是想说用那个海贼网所有的人物的头 然后穿着八仙的衣服 但是后来这边做了一半觉得你传统的还是 你不要去乱改它 因为它这样子弄出来会觉得有点似不像怪怪的 那所以说我们传统的部分 还是保留它传统在雕刻上面 它的长相跟它的衣着 这个吉庆沙州 庆台湾 我们都知道在过年的时候 就是有舞龙舞师 还有把台湾整个庙会的 节庆的欢心鼓舞的一个场景 在整组的联动式的一个沙雕去表现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舞师里面 一进门就跟大家恭喜花财 让大家过年来到这边 感受到年节 台湾过去在庆祝的那种情境 所以这一个整个沙雕是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做串联的 在这个祥师县瑞里面呢 我们表现了中国在寺跟庙还有银行 事实上它门口都有放了一对的石狮子 然后呢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们在狮子事实上是在家里面 或者是在寺庙银行 就是守护的产业 人家说家人才知道岸钱有没有人知道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把它设计出来 然后一方面也让大家去感受一下 这个沙雕的狮子跟石狮的差异 一方面也让民众在过年的时候 守不住今年所有的一个财气 这个梦想守护兽呢 就是西树的 因为它在整个这次的沙雕里面 它是属于最高的 也就是说它希望它藉由整个 整个在远远河岸上面或高枝峰上面就可以看到 而且它晚上结合雷射跟光雕音效 这个展演大概会有两分半钟的时间 晚上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年兽跟金刚两个在搏斗的那种场景 透过声光的一个效果把它呈现出来 这也是这一次金刚跟年兽之间的一个特色 这一个是西施粗玉土 那在后面有贵妃醉酒 所以半躺半卧 神情也是半开半格之间 真正把那种人物 人物那种已经醉的那种神情的细密度表达出来 这也是在整个沙雕里面去表现它的一个深度跟功力 那另外呢也希望借由中国的四大美女来到台湾 这个猫罗西这边跟大家赫年 所以说基本上一入进来就看到美女的感觉 这也是把这一次的即庆的气氛争点一些美女的色彩 后面就是把雕蝉跟贵妃 贵妃醉酒 然后雕蝉她后面还有董卓 在后面搭着她的肩 相对把我们美女还有历史的一些丙故的故事 用沙雕的方式来呈现 我们这一次呢 这个沙雕艺术节 她最大的不一样是由私人自己来出钱做这件事情 所以更加的希望能在自己的土地用沙雕艺术推广到 跟我们的教育是连结在一起的 而不是分离那么远 所以会提供给南投县市的一些国中小幼稚园的小孩 他们的户外教学 免费的让他们来体验沙雕的制作 还有沙雕在创作的每一个精神 今年由私人也是头一次来出资做这样子的一个沙雕艺术节的活动 所以她整个规模上面 她的变化跟想象空间就更大 在一公里的沙尘里面去感受 在沙尘里面看沙雕的一个感觉 一方面也把这几年我到国外的这个经验 扎根在自己的土地上面 让大家来重新审视这片土地的一个价值 所以说今年还有配合台湾灯会 结合夜间的效果 这也是台湾首创 沙雕电影 3D动画 还有雷射光雕 这个都也是首创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好不容易有河川局的同意 把自己的这几年的一个经验 展现在自己的土地上面